Zachy, 西蘭花是什麼問題? 左看右看 西蘭花就沒問題 只有我有問題 正常西蘭花是綠色的 但有些會有一點點紫色、藍色 會不會開始變得還不新鮮呢? 那你就錯了 你也應該有聽過花青素 是 這些紫蘭花是因為有花青素 當西蘭花生長的時候 遇到寒冷或者強烈紫外線的時間 為了保持自己的糖分 就會激活體內的花青素 有紫蘭花其實是好東西 不僅好吃, 還有益一點 明白了, 真是謝謝你指這點 送這棵激活了的西蘭花給你 是, 謝謝, 這些花不適合我 那我知道什麼花適合你了 還要不請自來, 趕也不離開 什麼花? 老花 桃花 桃花 你的水有了 蓋子, 這箱子是日本 你平時很喜歡和食物打卡 你覺得怎樣才是最吸精的食物? 一定要夠誇目、夠震撼 一看到就會嘩一聲, 跟他說最討厭 那就明白了 就像我們上次的汕頭 沒吃過一粒超大粒的肉丸 是… 飯碗那麼大粒 不切開也吃不到 Bolly不要說, 雖然這麼大粒 肉質又彈又多汁 別說你, 我也忍不住打卡 是…那次是我人生吃過 最大粒的肉丸 不過要吸蒸, 不一定會鬥大 不如我們今天用吸蒸肉丸做主題 是, 各之各法吧 好啊, 這次我有辦法 有什麼辦法? 請你看看 好 Jacky, 這次做吸蒸肉丸 厲害了, 想不到 是 我居然用雞腿做肉丸 是, 有多厲害 全期無添加激素和抗生素 全期?怎麼為全期? 由頭到尾都沒有添加 不是…有些是前期添加 後期又不添加, 被檢測那些 堪稱是健康之選 是, 我們做的時候 先讓它冷靜一下 我們要做其他配料才行 我們做肉丸的餡料 因為這個餡料, 我們炒完後 要等它冷凍一下才可以加肉丸 所以我們先做肉丸的餡料 我們這裡有洋蔥和白菌, 對吧 我們炒一炒 我們在鑊上加一點橄欖油 然後就如下不雪, 全部倒進去 為什麼你這次不用牛油呢? 想它有一點法國南部的氣息 所以就做橄欖油 這個洋蔥加蘑菇 還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是 它們叫做Ditzel 你會看到有時候吃過 什麼威靈頓牛柳味, 酥皮 在牛柳裡卷著一坨一坨的餡料 就是這個 對, 先用慢火炒至出水 是 剛才一加鹽, 很快就出水 這樣就對了 對, 因為你炒乾它, 讓它預先出水 然後再開猛烈火 很香 好, 現在乾了水, 又有點香 你看到它有一點金黃色 有焦香味 這麼差勁 對, 有焦香味 這個Ditzel搞定, 補出來 讓它攤一攤, 冷靜一下 如果是我們做肉丸 通常我們都會用攪肉機 是 要是用這些攪拌器打碎它 對, 這個雞肉的肉丸 他們很喜歡在肉丸、肉餅、肉坯上 加麵包 是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它是讓麵包… 現在的麵包, 你知道它很吸水 麵包除了吸水之外, 還很補水 如果加在肉餡裡 肉汁一焗的時間, 一焗出來 如果沒有這些麵包保存肉汁在肉坯上 它是很容易會乾的 現在就是這樣 麵包, 這個搞定了 那就真的要開始打雞肉了 當然有皮就不要了 是 對 打它的時候, 最好先切一下 因為怕雞腿始終有筋位, 對嗎 對… 怕它會打不爛 很有趣的 這個也不需要打得很爛 又不需要打到肉漿 還有留一點肉纖維 對 好, 我們切了後, 把它放進去 好, 我們打到差不多了 是 即是有點融化 是 我們把它放出來, 直接加進去 麵包碎的比例跟雞肉有標準嗎 其實沒有 沒有 有時候用這個肉很乾的 雞腿不算, 因為雞腿有油、筋 它不會令它很乾的感覺 那你不需要加太多 好, 這個肉丸 我們再加一些斜打芝士 這個, 哇, 是 很棒 然後先做一些味道 意大利多數用羅勒 可以了, 用親戚金筆碗也差不多 我也很喜歡用金筆碗 是 對, 它的香氣比較濃烈 是… 這個真的, 加一點給它 這個味道很有趣 好, 最後, 加一點鹽的調味 這裡應該大約六克左右 是 每次我這樣拿一次就大約兩克 打三次就對了 好 胡椒要不要 要 好 對了, 像你所說, 什麼都要 就是不要臉 就是不要臉 夠不夠? 多一點吧 好 對了 拌勻就好了 它們不需要… 打它 又打, 又攪拌很久… 不需要的 好, 這個肉丸是焗的 有些辦法可以讓它… 那張烘焙紙黏得好一點 緊貼一點 我們通常會用這招的 橄欖油 對 這樣也是, 馬上黏住 因為我們的焗爐 尤其是用4D熱風 它真的吹得海嘯 你如果不黏住它 是 會把整塊吹走你 我們首先把意大利的巴馬 撒上一圈 不過其實用其他芝士就行了 只要不要用軟的芝士 不要用金文斌 那些就比較脆 對, 那些很難焗得脆 肉丸很簡單 我們只要一個有這樣的形狀 做成功了 是 Wiki, 很多時候我們烤東西 例如把盆進去 溫度不一定很平均 這裡熱一點, 這裡沒那麼熱 那你怎麼處理 現在用的是高科技 都說了4D 它的技術是什麼呢 它的大風扇 它一時向左轉, 一時向右轉 就會變成360度前後左右 它也能夠吹 確保整個內籠都是保持過溫度 現在這個雞雞肉丸 放在焗爐上, 放置200度 是 你由180度到200度都可以 看焗爐的功率 大約焗它六分鐘左右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一如焗 放在焗爐上 好, Jacky, 肉丸正在焗爐 是 這個時間 不如再煮一口來彈一下 好 反正有這麼多雞 除了吸精肉丸之外 我們做一個煎雞 煎雞扒 這樣, 麵粉 是 甜椒粉 小許鹽, 拌勻 我們用很少的 是 小許撒在雞上 這樣放在焗爐上, 會比較容易 一來, 顏色會更好 脆一點 對, 又脆一點 油就不用太多了 少許就可以了 你最初放在焗爐上 就不要太猛火 我們現在就慢火, 很慢地 先玩兩分鐘 讓雞皮稍微定型 不要說放在焗爐上 就縮起來, 不可以 讓雞皮稍微定型 我們才把火開更猛 好, 現在開始 一分多鐘, 要開更猛 開更大一點的火 煎一煎 開始慢慢… 你看, 已經不斷出油了 所以剛才我們不要放太多油 是… 現在令人冷 but the skeleton 出油了 park 質感 如果想說皮、脆肉、嫩 不少這個步驟的方法就是 現在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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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雞排肉是不煎的 下面就煎脆 是 上面用本身釋放出來的蒸氣 蒸熟上面的肉, 這樣 這個爐子要去到九度、十度 是 現在我去到六度 是 鍾鍾, 對, 用這個火就可以了 讓它慢慢的蒸氣上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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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這樣就剛剛好 如果這樣煎的話 大約需要八至十分鐘 才可以煎熟雞排 好 焗到肉丸就差不多了 對 對… 可以拿出來看看 好, 我幫你 放在撹眼裡, 對嗎 是 是 挺帥的 是 很餓, 聽說聲音, 像打鼓一樣 對, 幸好這個臭快就可以了 好 我再煎四、五分鐘左右 就應該可以了 接著我再配蕃茄汁 非常聰明 我設定桌子等吃 是, 做好刀叉 好 好, 看見了 Vicky, 沒想到用雪藏雞排 都讓你煮得這麼有看頭的菜式 真的挺吸精的 吸精也是其次 好吃才是極致 快點嘗嘗 好… 你這樣只煎雞皮 一焗熟的雞肉 Vicky說會嫩很多 對, 所以避免我們所謂的磁火 你不要直接煎 你看, 還是滑滑滑的 對, 很嫩滑的 試一下這個骨頭的肉丸 這是點的茄汁吃, 是嗎? 對 先吃肉丸 雖然這樣攪拌一下 不用搭, 不用剩下 肉丸一定很棒 對 尤其是裡面的芝士 焗得有點融融 很滑滑的, 旁邊的芝士 焗得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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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配一個這麼有質感的肉丸 這個配合很好 一道菜, 滿足兩種味道和口感 吃完你的雞扒兩食 我又有新靈感了 什麼靈感呢? 我會用一種肉丸做兩個煮法 應該有點鬆軟 好啊 待會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刺激 吃什麼? 先吃 先吃 Jacky 你說到做肉丸 就是什麼食材都可以 是 雞、羊、牛、豬、鴨、鵝 素材都可以 那你今天用什麼材料蒸肉丸? 我今天打算用豬肉 在一個我鄉下台山很出名經典的 年鈎豬肉丸 台山肉丸這麼平實, 怎麼吸證? 擺盤, 擺到吸證就行了 燈陣, 保證你物證都吸光了 你在劍山花又學好些 廣東話 台山花 你想不想我用海山花罵你? 開工吧, 罵你 好, 乾杯 說明是蓮藕肉丸 蓮藕一定是主角之一, 對吧 通常都是選擇粗的那一部分 粗的那一部分 墊粉質比較重 重一點 對… 這個不是磨的 不像我們… 口餅 廣東人做蓮藕餅 是 拌幾個肉, 磨到它溶, 不是 很細小, 我要粒粒的 粒粒 對, 粒粒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把蓮藕粒的有大有小 還有絲就適合了 有大有小, 有絲絲的 那倒是 對 質地就… 質地是有點… 對, 拌進肉圈裡就好吃很多 你不用黏一點 是 又吃到蓮藕粒 其實這樣比切好 是 這個就… 好了 然後我們要剁一剁 還要稍微剁一剁 對 因為太大粒 做完後, 肉圓會硬不硬不硬 那就不要看了 而且你咬的時候 太大粒的蓮藕都不好吃 因為蓮藕後有很多水 是 因為我們不是做肉餅 做肉餅可能會把水放進去 做肉圓, 我要肉圓比較結實 我一定要把蓮藕的水拿出來 我還以為蓮藕水就像打蟹那樣 肉圓會黏得好一點 不會… 蓮藕不是磨的, 它們的澱粉沒那麼出來 只不過是剁碎了 所以變成澱粉不是很大影響 對, 這些真的是汁, 不是澱粉 對 做出來的藕圓才不會那麼燥 但煎的餅也不一樣 煎的餅要加點水, 讓它鬆軟一點 這個要爽彈一點 對 好, 接著可以製作肉圓 肉圓我喜歡賣梅頭肉 是, 它有點肥 而且梅頭肉做出來比較彈一點 是 比較彈一點 但這個比例怎麼樣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比例? 我想三比一左右 多一點蓮藕, 少一點蓮藕 但不要太多蓮藕 太多蓮藕就很容易散 可能三比一或者… 不要多過一半 對, 別多過一半 蔥, 說我喜歡大量蔥 全部放進去 對, 大量蔥 薑 薑米 對, 全部放進去 對 切絲陳皮 陳皮 對 還有這個, 生粉 這個比較黏 燒酒 生抽 蠔油 這個東西很和味 對 鹽一點 是 給燒糖的味道 我知道你不喜歡吃甜的 就少加一點 對 少加一點 好, 接著加一點胡椒粉 胡椒粉 一定要有 放兩隻蛋 對了 蛋的作用就是讓它… 黏, 對 黏滑 對 對, 像這樣 我先不把這個拌勻 拌勻 拌勻到差不多起膠 我才加這個 因為這個很散 而且它很水性 是 你下次把肉放進去 拌勻到… 拌勻到不起膠 對… 好, 我先拌勻到這個 拌勻到起膠 我才加這個 好 年藕粒 都起膠, 你起得多快 對… 因為梅頭肉是比較膠的 好 好, 起到差不多 必須… 打開它 好, 差不多了 說明是吸蒸肉丸 一定要吸人家的眼睛 是 看你如何吸 看你大顆一點 但這個裡面有裝飾而已 煎住它 對, 比較漂亮 像是做肉丸, 你知道 像是像獅子頭一樣 除了做出形狀之後 然後你還要這樣拌勻 就是這樣左右左右 當時聽上海師傅說 要拌勻多少蟹要數著 其實沒什麼大分別 太大了, 太多了 對 這樣也是的 你把裡面的胸部都壓出來 對… 讓它固定一點 好, 這個我做兩個版本 這個用來蒸 是 大顆, 我想起碼蒸幾分鐘 起碼也要 對, 好 接著用來炸的 是 一丸兩成 但這個菜在台山是否很流行 很流行 在台山除了黃鮮飯之外 蓮藕丸也是一個很必點的菜式 因為台山也是一個無農鄉鎮 所以蓮藕等這些特產有很多 但就算我們普通的廣東菜蒸肉餅 也會放蓮藕或放馬蹄 對… 都是用這些的 好, 這粒小粒不要緊 在鑊邊拿 好 好 金黃燒脆 撈起它, 乾淨一點油 蓮藕除了用來吃之外 也是一個很好的裝飾材料 一炸就脆了 立即有反應 對 像炸蝦片一樣 對 對, 還會脹脹脆 對 炸完這些脆蓮藕 拌一個甜酸汁也好, 什麼也好 煮好了, 掛上去 很好吃的, 又是一個小菜 用來追劇, 看球 是的 蓮藕脆片 蓮藕切薄片之後, 灑一灑 然後放在風乾機上, 它一炸就立即脆了 為什麼要先灑一灑呢 灑一灑就平一點 就不需要風乾了就會捲起來 其實不要緊, 有時候我不灑 然後捲起來, 其實不同的形態 也漂亮的 也漂亮的 不同的形態, 不會有不同的味道 好, 接著做醬汁了 醬汁是淋在炸蓮藕上 對, 放一些瑤柱, 先浸軟 然後呢 對, 弄碎 用瑤柱做醬汁, 你想不好吃也挺困難 對 好, 加上浸瑤柱的水 少許生抽 蠔油 蠔油 對了 胡椒粉, 少許 加點水 好, 我就放生粉 對, 一煮起來 就完成了 齊了 好, 我先把蒜蓉爆香 好, 先把蒜蓉放進去 然後… 紅辣椒 紅辣椒 好像剛才的調味, 瑤柱 好, 蒜蓉 這個醬汁一鍋就完成了 放進去 再吃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好, 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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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別試… 不如趁脆口, 先吃個炸的吧 趁白飯, 一絕 鬆鬆軟軟的 是, 鬆軟的 不是硬硬實實的 是 我很喜歡有些蓮藕 很爽脆的質感在肉圓裡 是, 裡面吃到的有酒味 陳皮 是, 吃得比較清楚 還有蓮藕也很出色 很出色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質感 是 反而是很彈的 是 像一顆工廠肉丸那樣, 我不喜歡 是的 謝謝… 趁脆吃的蓮藕片 質感很大衝擊 是, 很鬆化 是的 這個鬆化又脆 那個又鬆鬆軟軟軟軟滑滑滑 雖然簡單, 但真的很滿足, 很滋味 沒錯, 簡單就是完美 也不用每餐都吃得那麼隆重 不怕 不隆重? 不隆重, 我怕你騙不上讚 我已經有很多人讚, 夠了 不過跟你比, 還差一點點 放一點點 是, 乾杯吧 乾杯… 今天做一個鹹的薄餐和甜的薄餐 我覺得薄餐好像是湯圓 不要以為一定要皮薄餡才好吃 因為皮是一個部分 湯圓太薄, 或者薄餐太薄 吃不到糯米粉的嚼勁厚度 我覺得是, 煎一分多鐘 讓它定型 但它厚度就是這麼厚 沒錯, 我們在說的是薄餐 對, 如果是厚餐 比這裡還高 師父, 我們說到記錄了